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成本会计上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再次收看成本会计的课程播出 在本讲次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 连产品与互产品这个主题 那在本讲次里面我们有下列这几个讲授的大纲 第一个就是有关连产品与互产品的意义跟特性 第二个就是连产品与互产品的比较 第三个就是连产品的成本分配到各个产品 如何分配到各个产品这三个讲授大纲 那我们一次来跟同学家一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有关连产品跟互产品它的意义 什么是连产品跟互产品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说除了说少数的产品是单一的产品制造流程以外 大部分的产品在生产中都是同时在一个生产过程里面 制造多项的这些产品 那在同时生产的这个商品中 随着各种产品在生产中的它的重要性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连产品跟互产品这两大类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简单来区分一下 定义连产品跟互产品它的意义 所以连产品的话指的是经由同一个制造过程中或联系的生产过程中 所产生的产出的各种产品 具有较高价值的主要产品 连产品为生产之主要的目标 那例如说我们在炼油厂所提炼的九二汽油 九五汽油 九八汽油 都是生产的时候的主要产品 所以说这些不管是九二 九五 九八 这些汽油的话 都是属于我们在炼油厂的一个连产品的一个性质 那副产品的话 指的是指在生产过程中 既共同的原料 经由共同生产程序所产生的相对价值较低 而且往往不是我们生产的主要目标的产品 这种的话就叫连产品 叫做副产品 例如我们在生产过程 炼油的生产过程里面 除了这些九二 九五 九八的汽油油 我们会产生一些瀝氢的这些产品 这些瀝氢的这些产品的话 它的价值相对比我们所提炼的汽油价值低了很多 而且往往它也不是我们炼油的主要目的 所以像瀝氢的话 我们就把它称为 它是属于我们的副产品 不是连产品 那我们以上的这些例子 跟同学说明了以后 同学应该是可以清楚的知道 什么是连产品 什么副产品 那连产品跟副产品 我们了解它的意义以后 我们接着跟同学介绍是有关连产品跟副产品的特性 那连产品的特性 有下列这几项 第一个它是我们生产的时候的主要目标 具有产量多 而且价值较高的性质 以共同生产 或者是连续生产过程中 所同时生产的各种主要的产品的统称 例如我们刚才讲的链油的公司 它的92汽油 95汽油 98汽油 都是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是属于连产品 而副产品呢 副产品的特性是非生产的主要目标 具有产量较少 价值较低的特性 在共同生产或联系生产过程中 是主要产品的附带生产者 例如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链油厂里面 它所在链油的过程里面 除了说92 95 98的汽油以外 它也会产生一些瀝青 瀝青的话 通常它的价值相对于汽油就低了很多 而且也不是链油厂的一个主要生产目标 它是一个附带的一个生产的产品这样子 那我们了解了它的特性以后 那我们接着先跟同学介绍是 连产品跟副产品的比较 这两个的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整理出来是下列这些 第一个就我们的生产的目的来讲 连产品是我们的主要的生产目的 目标 而副产品的话 是非主要的生产目标 那第二个 他们的比较的话就是产量的多的多少来看的话 连产品通常既然是主要的生产 所以它的产量会较多 而副产品的话 它的产量就会比较少 不是说我们主要的生产的一个目标 那第三个的话就它的价值的高低来比较的话 连产品通常的话 它的价值会比较高 而副产品的话 价值就会比较低 这个是我们就它价值的高低上来看是有这样子 那例如像刚才讲的炼油厂的汽油跟瀝青 这个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连产品跟副产品的差别这样子 那接着的话 我们也可以就它控制的难易程度来分的话 通常的话 连产品的话 较容易控制 那副产品的话 较不容易控制 大概我们在炼油厂的时候 我们多少的盐油要提供提炼多少的汽油 这个大概是会很精确的计算出来 但是炼油过程会有多少的副产品 或多少的瀝青产生的话 这可能就相对就比较难以控制 那再接着的话 就产品的行销来看的话 这个连产品通常是我们的一个行销重点 你而副产品的话 并非行销的重点 这个我们以臺灣的中国石油公司来看的话 大概大家想到中国石油公司 就想到它的九二汽油 九五汽油 九八汽油 大概比较少人会想到说 我要去中油买瀝青 所以而且在整个的中油公司的话 他们的主要的产品在销售也是以汽油为主 那瀝青那个只是可能就只有对特定的这些 比如说施工单位或者是工程营造厂的才有来购买 他们的这些瀝青的可能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就是就产品的性质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说这一个连产品的话 是我们生产的主要产品 而副产品的话通常只是属于副属产品 那主要产品跟副属产品的话 有什么样子的差别 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要产品是我们主要的营业收入的来源 你卖汽油的是 比如说像中油公司汽油应该是他主要的收入的来源 而副属产品的话 副产品是副属产品 通常副属产品不是我们的一个主要收入的来源 他即使能够收入的话 他可能他所占的比例在整个公司的营业收入 也是相对的比较低 甚至有的公司的话 对于这些副产品的时候 甚至来讲是没有价值可以 这些附属产品是没有市场价值可供销售的可能 甚至有的还要再付出这些清理的成本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以上的这些比较 我们大概可以对于连产品跟副产品 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些概念 好 那我们先跟同学介绍到这里 我们等一下再跟同学介绍 这连产品的成本如何分担到各个产品的成本里面 好 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 跟同学介绍了连产品跟副产品的区别了以后 那我们在本段来讲 我们先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连产品的成本 如何分配到各个产品的项目里面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的话 就是说在进行这连产品的这些成本的分担之 的分配之前 我们要先来确认一下是说 那联合成本跟共同成本跟分离分离点的这些关联 刚才讲的是连产品跟副产品 是指的是产品 但是产品它的对应的成本的话 应该是怎么计算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说 联合成本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联合成本是指的在同一个制造过程 各种产品达到达到这一个可以单独辨识前所发生的成本 这个联合成本是指的是说 在你制造的过程里面达到你各个产品 可以单独辨识前所发生的成本 这个就叫做联合成本 因为你在这一个阶段 你各个产品都是还是在一直共同的生产 你的产品的还没有办法分开辨识 所以你这一段所发生的成本 我们就把它称为是联合成本 而共同成本呢 共同成本指的是指说 取得两种以上的商品或劳务所发生的 这些成本就称为共同成本 所以说同学要讲到这 很多同学会有搞混掉的一个地方 会把这个联产品跟副产品跟联合成本 共同成本都把它搞混掉 其实联产品跟副产品是指的是指产品的区别 联合成本跟共同成本是指的是成本的区别 这是两件事情 这样子 那我们如果了解了联合成本跟共同成本的意义了以后 那我们刚才在讲的联合成本里面 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是指的是说在你这个共同生产的成本 达到可供分别辨识之前的成本 叫做联合成本 那这个达到可供分别辨识的这一个十点 我们在会计上我们就把它称为分离点 那什么是分离点是指的是说我们在制造过程中判定成本 归属的十点 在分离点以前投入的成本为不可分辨的联合成本 那分离点之后的成本就可以加以个别加以认定 那我们以这一个图形 以一个这种图形的方式来跟同学 以会 以图示的方式来跟同学加以说明 那首先来看我们通常我们是从在一个制造的过程里面来讲 我们是从投入材料开始 投入材料 那接着的话我们就进行加工 那在连产品的时候 这些都是属于同一个制造的过程 那加工完了以后 我们到接着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一个产品把它区分为 甲主产品跟乙主产品 那甲产品跟乙产品的话 我们就把它称为连产品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产品的区分是分为连产品 那它的相对应的这些成本资料 我们知道说在投入材料跟加工还不能区分之前的话 我们把它称为不可分离的成本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联合成本 那联合成本可能就是包括材料 人工制造费用这些 那到了它可以把它区分为甲产品跟乙产品 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一个分离点 那分离点过了以后 就可以产品本身就可以分甲产品跟乙产品 那它在发生的这些成本的话 就可以分别按照甲产品的成本 跟乙产品的成本 它就分开计算 所以在分离点以后的成本 我们就把它称为是可分离的成本 那可分离的成本 我们就按照它到底是归属 甲产品还乙成本分别来劣势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有关 联合产品与联合成本 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图示的方式来跟同学加以说明 那我们了解了这一个联合产品 它成本的分派方法以后 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 这个联合成本与共同成本的区别 我们知道说在产品的部分 我们可以分联产品跟副产品 在成本的部分 我们可以分联合成本跟共同成本 那这个联合成本跟共同成本 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第一个是意义不一样 联合成本是指相关产品同时生产 且在分离点前所发生的成本 这个叫做联合成本 那共同成本是指相关产品分开生产 仅共同使用同一设备 劳务等所发生的成本 这个就是共同成本 所以说两个的意义是不一样 联合成本是强调的是说 他们是在分离点前所发生的这些成本 成本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但是共同成本是指的是说 产品是可以分开生产的 只是说他们共同使用的设备 比如说共同使用厂房机器设备 那厂房机器设备就是可能就是假产品 以产品的共同成本 他们是两个意义不一样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他们的可分别性是不一样的 联合成本是在分离点前 各产品无法辨识 所以他的成本分摊较然 几乎我们是可以讲说 假设联合成本是指的是 在分离点前的成本 成本是不可分摊 是不可分摊的 而共同成本 他并没有这个特性 他是两个产品 只是共同使用相同的设备 或者是成本而已 所以共同成本 基本上是可以寻求合理的基础 将成本分摊到各个产品里面 这个是两个 联合成本跟共同成本 两个不一样的区别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 那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联合成本的分摊方法 那联合成本的分摊方法的话 我们有下列这几个方法 我们跟同学加以说明 首先的话 我们联合成本 我们是会按照 他是一个分摊的一个方法 是按照数量基础 还是按照价值基础 分成两大类 如果说我们是联合成本 是按照数量基础的话 我们通常是按照数量的多寡来加以区分 那这个数量的话 我们可以常用的数量有下列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实体单位数 就是你多少量就是实体单位数 第二个的话就是平均单位成本法 就是按照平均单位的成本数量来讲 第三个就是加权平均法 那这三个的话就有点类似 我们以前在上存货的时候 我们有各种的这种分摊 对于数量有不同的考量 有简单的就是单纯以数量的单位 一个是还考虑到他的平均的这些观念 一个是还要考虑到加权的观念 那这些的话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联合成本分摊的数量基础的分摊方法 那另外有一种的联合成本的分摊方法 就是以价值的基础 那价值基础的话 基本上来讲我们就是用市价法 那市价法的话 因为我们这些成本并不是外面的产品的 完工产品的售价 所以市价又可以分为两种方法 一个是假定市价法 一个是固定毛利法 这两个方法的话 我们都是说要用市价法 但是我们知道说 这个你联合成本是一个分离点前的 这些成本分摊 那它的市价 相对通常并没有一个 你等于说基本上都还是属于一个 再制品的性质 再制品来讲 比较难以是说有一个确定的市价 所以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推定我们的市价 假定市价法 我们就是说 虽然我们是再制品 但是我们假定说 如果说这个在市场上 有再制品相同的完工程度的这些产品 我们假定它的市价 我们就把它拿到假定市价 那固定毛利法 就是说我们就是没有相同的再制品的市价 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完工产品的市价 把它的毛利的因素在排除了以后 把它导算回来 变成是说再制品的市价 这两种方法 那我们总共跟同学介绍的 联合成本的分摊方法 先跟同学介绍 那在下一段的时候 我们再举一来跟同学加以说明 这个联合成本的分摊的方式 谢谢大家 好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 有跟同学介绍了几种的这个联合成本的一个分摊方法 那在本段开始的话 我们就以实例来跟的举例说明来跟同学加以说明这种的方法的这些应用 这样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是 有一家可登公司 在同一个生产过程 制造ABCD四种连产品 那既然是连产品是代表说这四种都是主要的产品 那只是在分离点 它的产品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那本业份共投入的材料是十万元 加工成本是八万 那它其他相关的生产资料是像这样子 我们的连产品有ABCD四种 那它的产量的话A产品是四万 B产品是两万五 那C产品是一万五 那D产品是两万 那单位的售价是A产品是每单位是五块 B产品是四块 C产品是八块 D产品是九块 那重量的话 单位重量A产品是二点五 然后B产品是二 C产品是二 D是三点五 那全数是三 A是三 B是四 C产品是八 D产品也是八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题目的一些基本资料 那我们跟同学来介绍各种的这种连产品的分摊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到是第一种是以实体单位法 也就是说按重量的比例法来分摊 我们将材料跟加工成本的分摊到各个连产品里面 那他怎么分摊的比例怎么算呢 我们有A B C D四种产品对不对 那这个重量的话 我们知道说A产品的产量是四万单位 它的重量的话 一个单位的重量是二点五 所以四万乘以二点五是十万 那B产品的话 它是两万五千个单位 每个单位重量是二 所以是五万 那C产品的话是一万五 然后它的单位重量是二 所以说就是三万 然后D产品的话是两万单位 每个单位的重量是三点五是七万 所以这个重量其实就是产量直接乘以单位重量就得到他这一个重量 那把这几个加起来的话 总重量是多少 是二十五万的单位 那二十五万单位的话 我们来计算的比例就是二十五这个当分母 那每ABCD四种产品的重量就当分子的话 所以A产品的重量是二十五分之十万 就是二十五分之十 B产品的话就二十五分之五 C产品的话就是二十五分之三 D产品的话就二十五分之七 那总数的话也是二十五分之五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分摊联合产品的比例 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算 那联合产品的话 我们刚才在题目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投入的材料是十万 那加工成本是八万 所以总共的联合成本是多少 是十八万 那十八万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了以后 十八万分配到A产品就是七万二 分配到B产品就三万六 分配到C产品就两万一千六百 分配到这一个D产品就五万零四百 这个总共加起来是十八万 所以就把十八万的联合产品 就按照这一个比例分配到各个ABCD四种产品里面 这种的话就是按照他的重量比例 第一种方法的一个分摊 那我们了解这个了以后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那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以平均单位成本法 也就是说按照他的重量的比例法 那我们假设说我们的例子跟上面的上一个例子 题目的例子都一模一样 也是可登公司他生产的ABCD四种产品 然后他所发生的材料跟加工成本是分别是十万块跟八万块 总共还是十八万 这个例子跟上一个上一个例子都一样的情形之下 那他ABCD的四个这个基本资料 也跟上一体都一样的情形之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采用平均单位成本法的时候 他的这一个成本的资料应该是怎么样子来 来联合成本怎么分摊呢 我们也可以看 他的连产品还是有ABCD四种产品 那每种产品的话 他的产量的话是 A产品是四万 B产品是两万五 C产品是一万五 D产品是两万 总共也还是十万 这个这个是跟我们题目给我们的这一个 所得到的这一个资料是一样的 那我们按照他的比例的话 我们就是说 这个的话就按照他的一个产量的话 就是总分母就是以十万 那A产品是十万分里面的四万 所以是比例是十分之四 那B产品是十万 十万里面的两万五 所以比例是十分之二点五 那C产品是十万的里面的一万五 所以他的比例就十分之一点五 那D产品就是十万里面的两万 所以他的比例就十分之二 所以这些加起来的话 还是十分之十就是一 那这一个比例的话 就是我们采用这一产量比例 来加以加以分摊的这个比例 那我们刚才有跟同学说明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的成本资料还是一样 总联合成本是十八万 那这十八万按照这个比例 十分之四的话 就是七万二 就是A产品的联合分摊联合成本 十八万的十分之二点五 就是四万五 就是B产品的联合成本 十八万里面的十分之一点五 就是两万七 就是C产品的联合成本 那十八万里面的十分之二 就是三万六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低产品的联合成本 那我们了解了这些以后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一个就是按照 平均单位成本法的产量比例 来加以分摊的 那我们再接着来跟同学介绍的是 那第三种的一个 的一个方法 也是以平均单位成本法 只是这个不是 不再是只有以重量 而是按照加权后的产量的比例 有加上一个加权的一个观念 那加权的观念 这里面来讲 它的分摊方式是怎么样 我们假设说 例子跟前面两个例子都一样 也是可登公司 它生产的还是ABCD四种产品 那投入的材料是十万 加工成本是八万 总共是这一个是十八万 那它的这些相关的成本资料 都一模一样 而且我们在刚才也有介绍到说 它里面来讲 ABCD四种产品的话 它有不同的权数 那我们这种方法 我们就是说把它的数量里面 在权数的观念 再把它考虑进来 那我们来看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的分摊方法是ABCD四种产品 那这四种产品的话 它的产量 这是题目给我们的 那有分别ABCD的权数是三四八八 这四个权数 这个是在我们题目里面 那就只要把产量跟权数相成了以后 就是加权以后的产量变十二万 那这个B就是变成十万 那D就是十二万 然后D就是十六万 总共是五十万 那按照五十万做分母的分别得到ABCD的分摊比例 就是这个比例 那分摊这个比例以后 再把这个十八万加以 按照这个比例来加以去来计算的以后 会得到A产品的成本是四万三千两百 B产品是三万六 C产品是四万三千两百 D产品是五万七千六百 合计也是十八万 这个是我们第三种的一个计算方法 这种方法跟前面上一种不一样是加上了一个加钱关联 那再来的话 还有第四种的话 就是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同样的例子 但是这个不再是以 而是以市价法 那市价法的话 我们是假设是按照总市价法来看的话 我们假设在同样的例子 也是可登公司他有那ABCD四种产品 然后他的成本总额也是十八万的情形之下 那他怎么分摊呢 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产品的总 原产品ABCD四种 他的产量的数量是这个 那每一个每一个ABCD他的市价是A是五块 B是四块 C是八块 D是九块 那只要把产量跟市价相乘会得到的就是一个总市价 总市价就是六十万 那可以按照六十万来分摊他的比例 再把这十八万 把它按照这样子分配 那这种方法的话 就是按照市价法来区分 那我们跟同学介绍了这四种的分配的一个方法 我相信同学只要透过这个例子的练习 你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一下 我们的这些联合成本的分摊 那谢谢同学的收看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